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来看二年级数学第八课数据处理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一年级学过的如何整理和记录数据吗 首先我们来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我们可以用方法一 也就是一个一个的点算 并且用技术符号来做记录 比如说同学喜欢吃的水果有西瓜 香蕉 芒果和木瓜 我们就一个一个去算有多少个同学是喜欢吃西瓜的 然后我们用技术符号来做记录 有多少个是喜欢吃香蕉的 有多少个是喜欢吃芒果 有多少个是喜欢吃木瓜 那么 技术符号是由1 2 3 4 5 来算的 所以一条线代表1 第二条线代表2 如果有四条线代表4 如果有四条线再加一横 代表5 我们5个是归类在一起的 所以下一组又是5个5个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把数字写下来 接下来一个方法是收集全部卡片然后再点算 这样子是让我们方便查阅 方便点算 接下来我们来看条形统计图 也叫Bar Graph 条形统计图分为数式条形统计图和横式条形统计图 条形统计图会有标题 纵轴 还有横轴 我们可以看到数式条形统计图的数据是打数的 而横式条形统计图的数据是打横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数式条形统计图 我们看到标题 同学想要的宠物 所以它的横轴就是宠物的种类 而它的众筹就是人数 也就是数量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狗 同学想要的宠物 想要狗的数量是7 猫的数量是5 兔子的数量是2 鱼的数量是5 乌龟的数量是2 如果我们要知道共有多少个同学 一起接受调查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数字 所有的人数加起来 我们就会找到共有多少个同学接受调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横式条形统计图 横式的条形统计图 种类 物体的种类是放在纵轴上 而数量是放在横轴上 接下来我们来解决问题 杰雄访问他的朋友最爱试的年笔 以下就是他搜集到的资料 在访问后杰雄做了一个统计图 这个就是他的统计图 我们一起来看看杰雄做的统计图对吗 爱吃凤巢饼 有3个同学 所以是对的 然后爱吃加币饼的也有3个 是对的 爱吃十分饼的有4个同学 但是杰雄的统计图上显示 有6个同学喜欢吃熟饼 所以是错的 接下来是凤梨书 爱吃凤梨书的有2个人 也是对的 所以总结来说杰雄做的统计图 是不对的 因为爱吃熟饼的有4个 而不是6个 吃门你们学会了吗